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宋雨琪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 怎么打开呢 这是一个夹子 粉色 因为我喜欢粉色 平时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会有长的头发 但是比如说中间会睡觉 那这个长头发就非常不方便 就用这样盘一下把它夹起来 一个粉色的小夹子 然后呢 我的必备就是唇膏跟口红 因为我嘴特别特别干 尤其冬天啊 但是其实夏天也更干 反正就经常一年四季都干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唇膏 然后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口红 因为要有一点颜色才显得人比较有精气神 所以就是一个口红 一个唇膏 然后呢 因为也非常注意卫生 所以我会随身带一些消毒的棉片 其实手机是非常脏的 所以经常会有很多的细菌 我一般出门之前会擦一下 然后出门回去也会擦一下 然后比如说手机掉地上了 我就会随时把它再擦一下 所以这个酒精棉片是经常随身携带四个 至少四个 然后下一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小的急救箱 我的粉丝朋友们知道 其实我也有时候经常会头疼 有这个偏头疼的这个毛病 所以就是怕那个随时会犯 所以我就会随身带一些药 在活动的时候我经常休息不好 也不知道哪天会就是会不舒服 尽量避免不要影响到行程 所以会随身带一个小药桶 一个小药包 然后我不仅嘴唇干 然后我手还特别干 所以我还有一个护手的这个三件套 首先呢这个是有消毒的 就是可以触菌的 但是味道很好闻 非常好闻 然后这样就是放一点 这不用很多 因为太多的话手会很干 它里面有酒精嘛 就会把披风弄得很干 所以就一点点就好了 消毒 然后呢抹一点手油 马上就可以抹 这样 抹的均匀一些 手指头 现在冬天会非常的干 所以唇啊什么都会干 然后最后呢 你再抹一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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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给你帮我一下 哦 谢谢 好的 然后弄一点油油 然后就扶在这个 支架盖这个地方 因为油 其实它抹手油 是弄不到这个里面的嘛 所以你就这样涂一点 两边都涂一下 后 给它简单做一个小按摩 涂均匀 手嘛 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必备 我的必备 就是我的香水 因为我要我自己 一天到晚 一年自己都要香香的 我香水真的是像洗澡一样喷 我首先会先喷这个手腕 喷一点点 然后呢 两边这样 这个还很简单 然后我就会像洗澡一样 哦 我觉得就是 就是泡完香水以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信就会有 因为觉得自己走哪都会香的 对 我香水随时带 而且我香水用得非常快 我一年 反正数不清楚 会用非常快 但平时因为 出门嘛 不用带很大瓶 我家里有很大瓶 然后随时就会带这种 旅行装 小的一个香水 然后呢 毕竟我是 no music no light 所以我随时会带我的耳机 一个lpod 因为我也怕我的耳机冷 所以给他买一个有毛毛的 当你戴上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 仿佛在一个 新的世界 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我经常会戴上耳机以后 然后就听不到人家讲话 因为这个不是有那个 防噪功能吗 就是可以听不到外面 然后就 对 然后就可以前进在这些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活动的时候 中间会有很多的待机时间嘛 然后又很无聊 因为我经常写歌嘛 我就把一些track 放在我的手机里面 然后比如说有灵感了 我就随便放一个 因为不能让吵到人家嘛 然后就用耳机听 然后写一些歌词啊 或者录一些melody啊 就很方便 所以耳机也是必备的 对 你看这个包包很小 放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啊 因为我们会经常戴那个美瞳 lens这些东西 所以眼睛会很痛 因为我眼睛是做过手术的 我其实不能经常戴 所以就会经常眼睛会痛 我一般舞台之前 戴之前会第一次 然后戴下来之后也会第一次 这好像是那个 什么维他命的那个盐药水 但是有点疼 大家如果去买的话 第一次会点得很疼 但是越疼 说明你眼睛越不健康 所以要尝低维他命 对 眼睛好 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这个 必备 拍摄必备 消肿完 对 我今天早上吃了两个 所以我现在没有消肿 一般我是化妆前 一早上起来就吃一个 然后比如说化妆时间很久 因为我们是有五个成员嘛 那三个小时之后 假如这个肿还没有消下去 那我就会再吃一条 但不建议大家多吃 就是适当你有拍摄的时候 或者你想今天美美的 而今天反而又很肿 那你就吃一个急救 然后就是平时嘛 因为我们工作比较不规律 就会没有经常时间 可以按时吃饭 所以我准备一些小零食 比如说小的Jelly 就是这个小软糖 橡皮软糖 或者是一些口腔 就是可以清晰一点的 提神的 非常提神 因为它的薄荷非常强 这个应该是葡萄味的 对 就是会 它自己饿 就是说你会缺糖的时候 就是吃一下 哇哦 看我还有 只要一半要这么多 然后看另外一半就是 噢噔噔噔 没有想到我的 里面还有一只小玩偶 这是我的嘀嘀 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只大的嘀嘀 但是随时没有带法带 所以我有一只小的嘀嘀 这个是粉丝送给我的 它会跳舞呢 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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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YES H DOO 但还没有衣服 还没有攒钱 strikt买衣服 我在想给它做一套衣服 它非常有名的 我经常 我的微博上面玩 然后我的粉丝就会告诉我 问我嘀嘀 在哪里 都不问我在哪里 对 它很有名的 你知道么 这真的不是我的concept 真的就是我回去 随时都会带着他的 就是沛sal 陪伴我的一只嘀嘀 对 对就是我在陪想他出道 你们再等一会儿吧 好的 可以放在这里 对自从我们开通了 不是个人Instagram 个人这些账号之后呢 我就发现 就是拍照 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就是有时候 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带妆嘛 有时候不带妆的时候 也会有很好的风景 其实在Instagram上的照片 都是我们成员之间互相拍的 然后有人有那个 就是那些 飞机的那些camera 还有这些很随时 就是可以带的 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在拍照 这个风格 非常的随意 就有时候可能看不清脸 但是我觉得 这是艺术 对 可能你们不懂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买的话 就一次性用的 用完去洗出来就好 它就这一滑 然后上面会有数字显示你 就顺几张 然后听到咯噔一声 就到头了 然后就这样 给嘰嘰拍一下 就是按就好 很简单 诶 感觉什么都没有 代替自己拍上 对 就是那么的神奇 然后拍完一张 然后再这样 再转 就是下一张 非常方便 但是一次性 就是用完就可以扔掉 但你把那个拿到那个 专卖店 它就会帮你洗出来 非常有质感 OK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 钱包 对 因为 现在就是基本上不用现金嘛 就会有很多的卡 我就有很多的名片 然后包括一些银行卡在这边 对 给大家看 对 我的这个小秘密 私房钱 对 What's in my bag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然后也喜欢这次跟Vogue的拍摄 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Vogue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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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